陌生客同路人 陌生客所讲的故事就构成了本书的内容 这位陌生客其实就是刚刚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陌生客同路人这本书 把圣经的主题内容清楚地有逻辑地陈述出来 作者把整部圣经的内容按其先后次序编写成一部戏剧 而且尝试从历史著述者的角度 看待其中的每一个事件 作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有时令人感到诧异 有时使人震惊 但却都忠实于圣经的原意 在写这部历史剧的同时 本书还向读者介绍了很多圣经的小知识 比如圣经的写作时间前后长达1500年 跨越40个世代 作者超过40位 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 写作地点 遍及亚洲、非洲和欧洲 适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写成 同时 全书还配有很多古朴的故事插图 年代图表 结构示意图等 再加上作者本人擅长讲故事的本事 都使得本书成为一部通俗易懂 耐人寻味的圣经读物 不论你是未信神的目道友 还是愿意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姊妹 相信这本书都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 我所有的我爱你给你 徐光奇跟李玛窦两个人的合作是没有话讲的 我不能 但是我相信上帝能 The gospel needs to be embodied not just proclaimed 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福音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吗 你知道曾经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 你知道在背后推动他们的是一股什么力量 你知道他们前赴后继的身躯里 跳动的是怎样一颗心 你知道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你知道他们所做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今天他们要向我们诉说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有没有这么大的爱心 这是我们惭愧的地方 我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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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圣诞节起 我们教会将举办两场福音聚会 首先在12月10日 本家将举办圣诞颂歌聚会 晚上6点有爱宴 7点晚会开始 会中有献师 必有精彩的戏剧表演 其次在12月24日晚上 我们将邀请到知名的钢琴家 Sandra姐妹 举办灵感的源头三 永恒的湘音钢琴音乐会 当天下午3点到4点半 Sandra姐妹将为玄琴的儿童 提供Masterclass 给予个别技术指导 名额只有6位 有兴趣的加整 请先联络着牧师 Sandra评估申请后 会从中挑选程度合适的孩子 参加课程 晚上7点半开始正式钢琴音乐会 欢迎弟兄姐妹 邀请朋友参加 今天晚上6点到8点 由FX Family Elephant Fair 亲子同乐会 免费晚餐提供 并有许多有趣亲子互动的活动 请有孩子的家人们 不要错过 并可邀请朋友参加 遇参加者可至 hocfight.org slash fx报名 传人主日学冬季班 将于12月第一个礼拜开始 这次主日学 配合教会QT灵修进度的课程有 马太福音与以赛亚书 适合目道友的课程有 目道班与基要真理 圣经科目有 新约概论 约翰一二三书 教目书信 以及诗诗记路德记 最后婚姻家庭班 也会在本季开课 请家人们踊跃报名 参加适合您的课程 在神的话语中扎根建造 本周嘉训就到这里 对了 下周日是本年度会友大会 请家人们主日聚会后留步参加 另外 今天下午 侯文华姐妹 将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儿女教养讲座 1点15分开始 请家人们踊跃参加 最后 12月11日 在第一华人敬兴会的圣诞聚会 需要同工协助 若您有负担帮忙服侍 请于外面招待桌填写您的资料 日神祝福每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